说有一个老王很缺德 他给自己淘宝的用户名取名叫我爹 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 总是无比的嘎嘎 快递员总是说 你是我爹吗 老王在电话里说 是的 你是我爹吧 下楼取快件 老王说好的 看见老王下来了 这个快递员就说 你是我爹吗 那这有你的快递 快递员感到这么说总觉得很别扭 后来就请教自己的语文老师得到了指点 第二次快递员说 喂你好 你叫我爹对吗 你 你是 你是不是叫我爹 老王说你是谁啊 快递员说 我问你 叫我爹对不对 老王说 你到底要干啥 快递员说 你要是叫我爹 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 你要不叫我爹 我就把快递给你退回去 从此 老王就把淘宝用名换掉了 快递员很感谢他的语文老师 才发现学语文很重要 这其实是一则笑话 说明现代人总是用文字语言来戏弄别人 所以我们人要用正确的表达才是正说 所以学博人要明白 人生是由你的一言一行成殿组成的 你怎么说话决定你是谁 甚至决定你的生活好与不好 因为祸福无门 懂得谨言盛行 照顾他人的感受 那才是学博人的智慧之语啊